上个月 嘉兴的向女士惊人介绍 到杭州萧山恩喜医疗美容门诊部买了整型项目 当天花了12万 可回家后她觉得自己有些冲动了 向女士在杭州萧山恩喜医疗美容门诊部买了整型项目 一共花了12万块钱 她说这12万块钱是和男友结婚的钱 本来是准备购置家具 白酒席用的 现在卡里只剩几千块钱了 向女士觉得当天自己太冲动了 就想和恩喜医疗美容协商退款的事 杭州萧山恩喜医疗美容门诊部的严经理说 他们后来提供了收款单给向女士 上面有各个项目的明确价格 比如向女士所说的提拉 在收款单上写的是韩式小四地深度 这一项的总价是11万多 三万九千八一个部位 他做了几个部位 三段 上中下三段 当天呢 他是享受了我们当天的一个优惠 是购买了两个项目 四个部位 对 除了这个三段的提升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填充 额外的赠送性不说 最终是享受了一个打包的折扣架 当天是享受了打包的满额的优惠 严经理表示 向女士说的一万多做提拉的例子 他们不知道向女士是从哪里听来的 会 只要顾客有需要你都会看 那会不会提前跟他告知我这个多少钱这样子 肯定会啊 咨询间都有 对顾客不保密啊 我自私自私没看他家里面 面词就跟我说什么18万吧 最后怎么讲 讲到13万吧 然后就说12万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子 最后讲到12万 他没有跟你说细节的价格吗 没有 对 这就是他当方面说辞 我们医院怎么说呢 不预评价 我们所有的咨询流程肯定会把每个项目的价格 给顾客说明清楚 所以我们医院方是取消了他当天的优惠之后 扣除他已经治疗项目的不行费用 剩下的退还给他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 是达不到退他期望的 但是我们医院还是从客户满意度的角度 我们愿意多承担一些 多退顾客一些 向女士无法接受 把情况反映给了12345市长热线 邀宝宏建记者报道 优优独播剧